马刺新赛季客场表现一直比主场强 而这个神话在丰田体育馆内再次上演 马刺4比0取得开门横后 白衣火箭穷追猛打一度反超 但卡瓦伊一个跳投命中拉近底分 詹姆斯哈登第一节最后10秒连坦5分 3分命中入篮 哨声刚好响起 火箭依然以22比26落后 第二节开打火箭还没找回手感 马刺一度以34比24拉开差距 主队开始苦苦追回分数 一度追到只有一分之差 无奈马刺球员连续扣篮加3分球 火箭无力反超 马刺以49比40领先进入下半场 换边再战哈登表现开始滑落 虽然火箭眼看还有5分就能追平对手 但还是不敌攻势 让客队继续以82比70领先 来到决胜节 上次做客时击败马刺的火箭依然举步维艰 戈登连投两球三分命中 大局反攻 但复仇心中的马刺不是省油的灯 一直不给对手机会 最后三分钟火箭三分球运气不错 将比分追到96比100 但只有刹那光辉 随后四次三分都不中 时间步步逼近 队员又频频犯规 结果送给对手多个罚球 最终让马刺以106比100赢下比赛 上演完美报复